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好了 想好了 我决定 跟你一起回北京 好了 那好了 走 媛媛 我想 我想回去一趟 把我的证件拿回来 你还是想再见见她吧 不是 她不是受伤了吗 一个人挺不方便的 我觉得 我应该安排一下 我理解的 没事 你去吧 三个小时以后 我在机场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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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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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在这儿了呢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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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都破了 回床上睡 手怎么破了 这也破了 我怎么打你电话 老不在服务区呢 我打过去你摁掉 打过去 摁掉老战线 怎么回事啊 你这么特别着急 你开车的 我就胡思乱想 我害怕你在路上出什么事情 我会乱想的呀 不是 我可能在高速公路上 我怎么接电话呀 也可能是音乐声放得比较大 我没听见 我这不是着急吗 赶回来了 回来就好了 月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一会儿 把手给弄破了 一会儿 又把脚给弄伤了 哎呀 我这要走的话 我怎么能放心你呀 是 你不会再走了 你待着我就好了 呃 那 月 嗯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嗯 就是 我把 老总送到那地儿以后吧 我担心你 我 我 开车偷偷回来的 我想 你是说你还要走吗 是 那你不还是得回去接他呀 是 我一会儿想去接他 啊 不是 我还是要走的 还是要走的 月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那要 要不然我 我不干了 不许不许 不是 在家 也不行 还是接你老板吧 不是 我去给你做饭去 我不饿 我不去呢 我说让你去你就去 我不饿知道吗 你都 我不想拖你后腿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你能不饿吗 我说我不饿就是不饿 月 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陪在你的身边 照顾你 不然的话 我会 后悔一辈子 你怎么就后悔一辈子啊 有那么严重吗 哎 你听我说呀 我觉得呢我们俩现在 要努力赚钱 因为我们将来要买大房子啊 而且我们将来要结婚 要生孩子 孩子现在教育费多贵啊 你想嘛 你大学毕业之后 干嘛去当一个司机啊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好平台吗 现在平台挺好的 那老板不是说特场是你吗 你抓住几乎 你蹭一下你就上去了 上去你就好了 你好 你好我就好了 我不用去什么狗批夜总会 唱什么歌 我也不愿意 你不是如愿得偿了吗 是不是 不不不 如愿以偿 去啦 去嘛 赶紧呢 现在几点让我看看 开裤子要四五个小时呢 你说你开夜车 万一 万一在路上遇到什么事 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贤惠吧 所以我说嘛 要做个有钱人 把我包养起来 我要做超级小富婆 所以我命令你 赚钱 去啦 去嘛 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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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了 别了别了 我走了 嗯 我呀 我呀 好 来 快进来 谢谢啊 回家真好呀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感觉好吗 挺好 灯挺亮的 喜欢吗 喜欢 有时候不喜欢肯定是骗着你 真的挺棒的 你要是喜欢 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 怎么 你不乐意吗 媛媛 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我为什么要看不起你 来 坐 我一直一无所有 我突然感觉我一步登天了 住这么大的房子 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而这一切 只因和你在一起 干吗分那么清楚 卫明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我 不知道 不知道算了 那你告诉我呗 不告诉 这是秘密 不能说 快 快告诉我 算了算了 这才是正事 是 给你的 你不是一直想给你爸妈买套房吗 这卡里有三十万 我想在你们那小城 买房装修肯定是够了 拿着 我是真想帮你圆这个梦 没有别的意思 再说了 咱们都快成一家人了 你的爸妈 不就是我的爸妈吗 媛媛 我替我爸妈 好好谢谢你 客气啥 走 洗澡去 来 进去吧 洗澡要用的东西 都在台子上 自己弄吧 好 我去打两个电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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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